伴随记忆 再回到过去 几番相聚 结局总是伤心 悲欢有谁懂 回首往事繁华入梦 那些擦肩过遗憾 也现实不易 却现实映在心底 情看的月中 心上的月痛 为什么你不会懂 是留我孤单 空灯后 寂寞该下谁诉说 到一生珍珠 是否就能够 让一切 随风远走 不上千切梦 情万终 就让跑 尽散红枝 执着 啊 酷 干什么啊 老站在这望着我 还不赶快去把水补满去 好的 你光说不做啊 你越来越不听话了 我哪给不听你的话呢 是刚才 客人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他问了什么 你脑子不灵光 问我就对了 是啊 我也这么认为啊 他们问我 问我啊 什么时候跟你结婚 谁要跟你结婚了 我们每天都在一起 不结婚 别人会说闲话的 我也没说过不跟你结婚啊 可是你不会觉得 这样子向别人求婚 太不够浪漫了吗 那你答应了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以后再说吧 为什么 现在每个人都在为张杰的事情烦恼 谁有心情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我希望我们的婚礼是觉得开开心心的 得到每一个人的祝福 你说的也是 张杰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要是不能参加我的婚礼 那就太没意思了 那好了 现在就赶快把水盆子的水装进去 是 老婆 你也别这么客气叫我老婆 我还要看你的表现 再说 是 谢谢 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还在想 我想听你说实话 现在 也只要等法院的判决了 我们都很清楚 只有死路一条是吗 除非有人愿意顶替张杰 替他翻供 我可以安排手底下一个兄弟 替他顶罪 可张杰自己却又不肯 大为那边 也是弄得一塌糊涂 信玥 你还相信正义跟公礼吗 不 我不再相信上海 是一个有正义公礼的地方 我只要张杰回来 我要他活着回来 我再脸死 对不起 我不是生你的气 CHAASE I'M OBicher 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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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来吃早点了 邪于 我还远就我一个人不起床呢 闹了半天 你也在睡懒觉啊 真是的 喂 你早起来了 怎么不搭枪呢 我没听见 我今天起了个大早啊 给你做早点 你要是看到那桌早点啊 你就知道 我也是个贤惠的女人 走 我希望 你以后能天天都为约童 还有日升他们做早点 这样我会很高兴的 什么 要我给那两个木头做早点啊 算了吧 彩云 我说的是真话 以后麻烦你多帮着他们点 这照顾红先生可是你的事情啊 倒推到我身上来了 我才不做那种没回报的事情呢 我知道 你比我激励 我常常还没做什么事情 你就看得出来 所以我才求你 多帮着他们点 有你这句话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一定啊 替你看着红先生 至于约童嘛 更不用讲了 那就太好了 我知道 你是怕 仰慕红先生的女人太多 这男人嘛 也难免逢场做戏 不过要是假戏真做的话 那可就惨了 你放心啊 我一定替你看着他 彩云 这封信你帮我交给日生 什么信啊 彩云 这是我写给日生的信 你一定要交给他 我知道 这是一封情书 你不好意思交给他对不对啊 哎呀 昕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 看见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 我当然替你高兴了 这封信很重要 你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我问事你还不放心啊 不过 我也得告诉那个大木头 让他学着点 改明儿个 也给我写封情书 让我也过过瘾 哎 昕渝 快下来吃早点了 离开 呻 再来 把我们的 好的 等待 伤心 走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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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新鱼给老板的情书 你看什么 洪先生不是字 我不念给他听 他怎么知道 对了对了 我差点忘了 对不起啊 日生 我决定以我自己代替张杰的罪 我去自首换回张杰的命 我想这样我的心情也会平静一些 至于你的意思 我是能够理解的 难怪新鱼早上那么奇怪 他要我来照顾你们呢 新鱼 新鱼 你没事吧 去那边坐下 新鱼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做出这种傻事来 你为什么不讲话呢 是不是他们向你用刑了 你可不要急着就 你让洪老板跟周小姐好好说话 新鱼 你要小心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说过 只要能够救张杰 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不讲话呢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我不想看到你为这件事情 我不想看到你为这件事情 在苦恼着 这件事情是我开始的 也应该由我来结束 问题是 问题是 这么做你值得吗 如果用我 来说会张杰的命 我觉得值得 你想想看 张杰是救了你没错 可是人是他杀的 你怎么可以替他顶罪呢 那天桂园发生的事情 只有皮尔斯 张杰和我三个人知道 现在 皮尔斯死了 如果我说我是凶手 大家一定会相信的 我们可以想尽任何的办法 帮张杰脱罪啊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呢 你已经认罪了 我们根本是百口莫辩人 日生 我知道我这样做 会让你很难过 可是我不能不这么做 你明白我的 信玥 我不能失去你啊 请你原谅我 你 徐叔 信玥去顶章杰的罪 那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呢 他怎么突然间做出这种事呢 周小姐真的很伟大 他为了救杰哥不惜牺牲自己 我们真是亏欠她太多了 现在人命关天 动不动就会赔上性命 如果信玉真的牺牲的话 我跟张杰都没有办法苟活 布兰姐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布兰 我们非常了解你的心情 你不想对不起红大哥 但是你也不要这样想啊 现在事情 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他们不一定会相信 周小姐的供词 只要张杰不松口 皮尔斯是谁杀的 没有人可以确定 但是张杰一定不会让信玉 替她脱罪的 现在就要看 薰布房怎么裁进这件案子了 我不会这么自私 我现在就去告诉张杰 信玉替我顶罪 她为什么直接往火坑里跳呢 怎么了 你们都以为我是一个 贪生怕死的人 为了自己的性命 就不顾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吗 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 我只是想 亲口听你说出来 你还要听我说几遍 我张杰不是一个 贪生怕死的人 所以 所以我不会让任何 任何一个人帮我顶罪的 那 那 那是信玉跟那些巡捕 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 是他一个人杀了皮尔斯 你去救他的时候 皮尔斯已经倒在地上了 这一听就知道是编出来的 那些巡捕怎么可能相信他呢 不管相不相信 现在信玉已经被关起来了 怎么搞成这样呢 我张杰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没理由去抓一个 无辜的人来受罪啊 现在皮尔斯的事情闹那么大 他们只要找一个人来认罪 什么也管不了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周星宇脱罪的 我现在就重新录一份口供 关大人 我要重新录一份口供 那皮尔斯是我一个人杀的 跟周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先坐下 这我做不了主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 赶快把你头头找过来嘛 你跟他说 马上放到周小姐 我马上认罪啊 少啰嗦 去坐 坐下 我要认罪啊 张杰姐 够人了 说再多有什么用呢 我再吵一会儿 他们一定会有人出来跟我谈的 你们先回去跟红大哥说 我会把所有责任都扛上街 不会让他为难的 我要认罪啊 爹 我要认罪 你机会难得啊 少的人啰嗦了 开门 张杰 开门 张杰 他们愿意把我躲到这边了 张杰 谢谢 他们竟然也不放张杰 又不放新宇 这到底想干什么 我觉得事情不大对劲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宁可错杀意外 也不肯放过一个了 那这样一来 周小姐自首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何止是没有意义 你简直是白白送死嘛 别动 你快去查一下 案子有没有送谁 好 我马上去 那他们要怎么处理张杰跟新宇呢 张杰和周小姐一起被起诉了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以张杰跟周小姐 共同谋杀罪 来起诉他们 想一备定他们的罪 可是张杰不是已经认罪了吗 为什么他还要为难周小姐 问题是在于 周小姐现在坚持自己也杀人了 但是他们可以知道 谁是对的 谁说的是错的 不是吗 现在寻补房的人 怕不得多抓几人 回来顶罪了事 他们才不管 谁是真的凶手呢 这么说 新宇真的要白白送命 不但如此 案情变得更复杂了 本来只死一个人的 现在却要死两个人 张杰要死 也不应该让新宇 陪着他一起去死啊 不 张杰不应该死 新宇也不应该死 没有人需要为了皮尔斯 而赔上性命 对呀 我们中国人应该自立自强 我们到法院去要人 把新宇跟张杰救回来 没这么容易 这次有法国领事馆 押着这件案子 我看恐怕是凶多吉少 你这个乌鸦嘴 少说两句好不好 张杰跟新宇又还没死 难道说 事情就没有挽回的地步吗 乔律师 你懂法律 你快告诉我们可能的发展 对呀 说实话 周小姐这次走错了 她是去自投罗网吧 大伟 话不能这么说 如果今天我换作是新宇 就算死路一条 我也会这样做的 够了 什么 死了一个皮尔斯 就要拿我们两条命来赔 大小姐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帮我们讨回这个公道 对呀 要不然周小姐 就太不值了 你们的心情 小姐都很明白 乔律师正在进行调查中 可是最麻烦的 就是皮尔斯是个外国人 现在 也只能进人事了 可是 侯老板在上海的势力这么大 难道 他连一个周小姐都救不了吗 哎呀 你懂什么 在租界 外国人最大 他们养一条狗啊 都比中国人的命值钱 这是桂园惹出来的祸 却害了这么多的人 都怪我当初没有好好地劝我娘 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你们 小姐 你别再责怪自己了 这件事 你已经付出很大代价了 大小姐 你可以委屈大小姐的身份 跟我们一起受苦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对 大小姐 虽然我们不懂什么道理 但好人坏人 我们也就能看得出来的 谢谢你们安慰我 大家每一个人 都在为了心语跟张杰设法 我是不应该自怨自艺的 张杰呢 他们是不是已经把他放出去了 没有 那他们 是不相信我的说辞了 他们相信了 可是他们认为 你跟张杰是共谋 什么 一块杀害了皮尔斯 我给你们说得很清楚了 人是我杀的 跟家庭有关系什么 你们怎么办 你冷静一点 昕雨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昕雨 怎么办 你和张杰都坚持自己杀了人 所以寻补王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去告诉张杰 让他改变供词 就说人是我杀的 张杰不会答应 你又不是不清楚 他怎么会为了自己活命 做出这种事呢 就算是我求他 让他答应我行不行 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 昕雨 我知道你不愿意 张杰为了救你而白白送死 可是 事情 你渐渐变得不是那么单纯 他们绝对不会就因为你这句话 而放了张杰 看来我是太没有用了 想用自己的命来换回张杰的命都做不到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昕雨 你所付出的 实在太多太多了 就算是我付出了代价 可得到了结果总是失败 日生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大将 现在我除了搜主意外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贵姐 宣布房来了消息 张杰和周新渝被控一级谋伤 我看这次洪日生 再也没有办法把两个人救出来了 这就怨不得我了 法国领事那怎么样了 领事馆说最近风声比较紧 所以不能跟我们接洽 万一那边来人 你得盯着点 不要又出什么事了 是 贵姐 贵姐 请保重 我已经帮你请了大夫 大夫待会就来 人都走光了 这个家还像个家吗 贵姐 需不需要协和 把大小姐给请回来 协和 你坐 不 协和站着就好 请贵姐吩咐 让你坐你就坐吧 你就不如张杰大方 是 协和 你来到桂园 有多少年头了 差不多又十八九年了 有这么久了 你对总管这个职务 觉得怎么样 协和 协和不敢有意见 贵姐对协和有不杀之恩 协和莫尺难忘 你怎么还没有成个家呢 俗话说成家立世 立世成家 成了家 这就安定下来了 你看洪日升那个小子 就是因为没有成家 毛毛躁躁的 老跟我过不去 现在好不容易看上个年轻女人 还是耐不下性子来 成不了家 协和对桂园忠心耿耿 一心一意 只想照顾好贵姐 我一直在考虑 是不是应该委托你 更加重要的责任 让你跟我一块管理桂园 贵姐请吩咐 协和赴汤到火在所不辞 一定把贵姐所吩咐的事情 一一办好 我要听的就是这句话 这是桂园的印章 和保险箱的钥匙 就交给你了 贵姐 邪和不能拿 也不敢要 你知道我身体不好 需要静养的时间 拿着 拿着 贵姐请放心 协和一定把贵员给管理好 贵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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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总管 大夫来了 贵姐 大夫来了 刘勤 在 付我进礼屋 是 手柜 帮助 贵姐 贵아니 贵姐 贵阳 没 我 贵 贵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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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我想救两个人 是不是想救周新渝和张杰 就是他们两个 我就知道您来目好事 果然不错 司令 他们是无辜的 他们没有必要为皮尔斯的死负责 胡说 漫言比他们更改死 对 他们俩共谋杀人 罪大恶极 罪不可赦 那个周新渝就改死 他要是跟那个皮尔斯又好 能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吗 司令 您听我说 哎 行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 那个臭小子也该死 他还捅了那个外国人夜岛 他就是下十把层地狱 也不为过 俺又好向人家外国人交代 可是 只要您一开口 就会有办法 确认奶奶的 他们自己都认了罪了 你让俺怎么救他们呢 司令 就算我求你 请您看在我们一向合作愉快的份上 帮我想想办法 您现在求谁言目由用来 他们两个人在训捕方已经写了自贡署来 谁都知道他们是杀人凶手 可是 哎 行了 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赏量的 要啥救 您自己去救 司令 请您再考虑一下 司令 好了 洪老板 这个案子在租界搞得够大的了 你叫司令一手折贴 怎么可能呢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救他们 哎 就算你赔上了一切 司令也不可能帮你的 把柜姐吩咐过 不见任何人请你回信 你给我继续通报一下 我不会为难你的 后日商 我不是你手下的人 放开 毕青海大人 谁要见柜姐啊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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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免太不像话了吧 洪日生 我桂园里的人 不需要你来教训 是我吩咐下去的 谁都不能打扰桂姐 几天不见 你是越来越不上路了 桂姐现在的身体不好 连说上一句话都困难 怎么能见你啊 况且 桂园现在是我当家 一切都要听我的 我知道 你今天来的目的 是想救周新渝跟张杰 好 只要你跪在我辟邪和的脚下求我 还可以有商量的余地 你放心吧 我是绝对不会开口求你的 那好啊 那你就等着帮周新渝跟张杰收尸吧 送客 走啊 快走啊 走啊 快走啊 走啊 哈哈哈哈哈 大哥 还没休息啊 还没 倒是你脸色很差 担心张杰啊 到这个时候 我还要让您担心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是我让大家失望了 你就是这个样子 老是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拦 你又不是什么圣人伟人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啊 普通人 如果我真是个普通人的话 张杰跟心愚 就不会惹祸上身了 那明天 可不可以不去法院呢 你不去吗 他们两个明天就要判死刑了 我们都会失去自己心爱的人 这种心情 这种痛苦 只有我们两个人自己才知道 没想到 我们兄妹俩同时各自爱上一个人 到最后 居然走上同样的命运 我都会不去法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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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牙 我要住这 你干嘛要花牙 走啊 走 走 柳星雨 你可以走了 什么 你是说张杰是被定罪了 出去 出去 张杰已经出去了 应该放的人是张杰 而不是我 我不能走 你怎么这么多做呀 快点出去 叫你出去 开门 快出去 报纸 报纸 先生买报纸 买报纸 先生买报纸 买报纸 买报纸 报纸 报纸 这什么意思啊 周小姐 这是规矩 对对 听说被关的人出来之后 就跨过这火盆子 就可以去去身上的煤气 你要我踏过去 周小姐请吧 来 来 来 你先来 来 小心点 来 来 走 红先生 周小姐回来了 来 星雨 星雨 你可回来了 急死我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看你 都憔悴了 回来就好 洪大哥 这次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感谢你 为了我的这个事 害你到处奔跑 真的还感谢 你知道就好了 该感谢的人太多了 以后啊 你慢慢的一个一个感谢吧 张杰是为了我 才被抓进去的 所以我应该 好好地谢谢你才是 好 别谢来谢去了 晚上我们大家好好庆祝一下 好好好 好啊好 那你们慢慢聊好了 我还要跟心瑜 单独相处一下 好 去吧 张姐 古兰为了你的事 吃也吃不饱 睡也睡不好 其实最担心的 还是古兰呢 对啊对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近对我的这份关心与恩情 我张杰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永远不会忘记 谢谢大家 哎呀 好了好了呀 你就别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哎呦 以后啊 你可要好好对古兰才是呢 知道吗 我一定会的 哎 那你们两个去吧 哎 走啊 去哪儿啊 去吧 哎 真的啊 去呀 走 哎 哎 哎 碧爷 报纸上面这么写的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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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呀 胡思汗不可能把他们两个都放出来的 报纸上还写着 他们是消灭大烟的民族救星啊 哎 哎 其实一开始我还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现在不是见到了吗 哎 哎 哎 杨大哥真的很有本事啊 嗯 哦 孕姨也为了你东奔西跑 还被桂姐赶出了桂园 这个我都 我都听说了 你以后 可要好好地谢谢人家 嗯 我会的 啊 日生 住嘴 让我猜猜你想讲什么 你要说谢谢我 对不对 我是想知道 你怎么把我和张杰 从鬼门关给救出来的 为什么张杰关了这么久 就没有办法放出来 而我刚关进去 就出来了 你和司令间 是不是有什么交易啊 我能救你救那么多次 也让我再救你一次 也有困难吗 我是说 司令的为人 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你不相信司令的为人 难道你连我的为人都信不过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不希望你吃亏罢了 在整个的上海滩 有谁能给我红日生亏之 我只是针对司令的弱点去做而已 是不是 又为难古兰了 古兰是我妹妹 我怎么会让她受委屈呢 请你相信我 我只是不希望 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转折 不可能 胡司令就这么轻易放过张杰和我的 傻瓜 你现在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 可是 我怕付出代价太大了 待会见到玉尼 见到好好的谢谢她 那是应该的 张姐啊 我还没恭喜你平安回来呢 你们两个好好聊聊吧 好 玉尼啊 这次 真的好好谢谢你 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的 不 你找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律师 替我打官司 而且 还为了我跟贵姐 都过去了 别再提了 不 我这个人呢 不喜欢欠人 所以 那就别再提了 其实 谁也没欠谁啊 你还记不记得 你以前跟我说过什么 你说你小时候呢 生活很贫穷 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 现在 好不容易来到了桂园 那为了我这样 那你以后怎么办 其实大为现在对我很好 那是以前 人家是看你大小姐的脸色 现在你会习惯吗 人只要调试自己 没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就是过日子嘛 也是 但是每个人都在努力的 使自己的日子好过 所以 张姐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你说过来上海 扬名利万的 其实你有个大好机会 但是你为了星渔 得罪了阿娘 当你在帮星渔的时候 有没想到这一点 既然你可以放弃 桂园给你的荣华富贵 为什么不可以 这完全不一样 我在桂园呢 得到的就算是捡到的 得不到那是我应该的 所以 我真的无所谓 我也是 因为你让我知道 什么叫知福惜福 鼓励我跟大为在一起 其实 是你有眼光 大为 大为他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对象 哪像我光归一条 其实是你一直不肯开口 如果你开口 我想古兰迟早会回到你身边 其实我之前没有跟他开口 我是怕 怕误了人家 你看你们现在把我救出来了 我还不是这副德性 张姐 其实我帮你救你 并不是希望你回来我身边 只因为我知道你没错的 错就错在 娘不应该把我们辛辛苦苦募捐回来的钱 跟外国人买大烟 死了一个皮尔斯 可以救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 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 但我很佩服你 并没有被名利冲昏了头 没有没有 我面里讲得那么伟大 跟真的一样 张姐 其实我知道你很爱古兰 你要好好待他 知道吗 报告司令 并且和说有事要见您 你要莫告诉他 俺去见燕桂坊和空日守吗 他说是燕桂坊叫他来的 熊 让他进来 油画快手油辟快风 是 请 胡司令 燕桂坊 自己为妈不来 更爱耍价 司令请别误会 桂姐因为身体不舒服 所以才叫小的过来了解一下 有关张姐跟周新瑜的事 哼 身体不舒服 就好好地休息吧 关他闲事干嘛 司令 桂姐就是听了这个坏消息 整个人都不舒服 司令你倒是 让小的回去好好地回话 怎么 俺干点什么事 还得向你们桂园汇报 你也简直是越活越灰去了 不是的吧 司令 张姐这小子破坏了司令您的事 难道您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吗 俺为妈要放他 这报纸上都写了 要俺给你念念 不敢 不敢 回去告诉你们燕桂坊 就说他们又挣这个钱的命 这就行了 回司令 桂姐已经把整个桂园交给了邪和 以后得请司令多多地关照 多多地帮忙 您能做得了主 鞋和说一啊 桂园的人没人敢说二 这燕桂坊真是下了孤言呐 用你这么一个人 应该是说 桂姐会演示英雄才对啊 好 你想问吗 小的只想知道 有什么原因 能让司令改变主意 不必告诉我 不必告诉我 这段情事与错事对 我会在该告别的时候告别 你就这么一夜 你也就这么一些 就轻易换取我的痴心 我的一切 不要告诉我 你的心是狂是烟 我心甘情愿和你找心里离别 只要你懂得我 只要你懂得我 懂得在心里有个我 懂得在心里有个我 那么一生一世和一夜一弦 有多差别 多少流情多少泪 多少只最近你很远生一岁 我知道我得到的并不完美 又有谁的幸福不曾